今五月份有世界高血壓日 今天很高興請到老人科專科林楚明醫生 跟我們講一下高血壓 林醫生 你好 你好 菲薇 首先想請教醫生 怎樣才知道自己的血壓是否正常 不同年紀的人對於血壓的上下壓 那個正常的範圍有否不同 其實血壓高在香港也很常見 超過18歲以上粗略大概30%左右 如果大於65歲 大約有六成的人會有血壓高 大家都知道血壓高 大家都擔心心血管疾病 心腦血管疾病 所以要適當來預防 你剛才問我 究竟我知不知道自己有血壓高 其實很白痕地 很多時候血壓高真的沒什麼症狀 所以我們衛生署都建議大家要定期量度 量度的血壓最準確 其實我們定義的血壓高的話 如果上壓是超過140% 下壓是超過90% 我們可以定義為一個血壓高 當然如果上壓是介乎130%至140%之間 或者下壓介乎85%至90%之間 我們就覺得血壓已經偏高了 這個也值得關注或者留意 長者和年輕的 其實這個血壓的定義 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只不過就是 如果長者有不同的身體殘疾 或者健康程度不同 治療上我們的標準和指標就會有參差 這個最主要是平衡治療上的作用 和中間的副作用 其實有沒有說血壓高 到底要持續多久才為血壓高呢 可能我突然有一天 我達到很高 我突然又變回正常 這樣又算不算血壓高呢 通常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其實我經常開玩笑 血壓就等於天氣 天氣一日之中 其實都有高高低低的氣溫 甚至乎 如果你分一個月頭來看的話 每天也有不同 但如果氣候 其實是一個整體的大方向 經過一年兩年 我們知道是否全球暖化等等 同樣道理 血壓如果你分分每一分鐘量量 就一定會有高高低低 你每一個星期的話 亦都可能會和你的活動 情緒 氣溫亦都有個參差 所以我們關注的 會否是整體持續地 來到血壓偏高 或者長時間慢慢升高了 你都值得關注 所以有時病人可能傷風感冒 去看私家醫生 私家醫生那剎那 跟他量度一個血壓 就覺得偏高 但是未必會即時來降血 處方注降血壓 降血壓 只不過是建議病人 可能不麻煩 家裡買個血壓計 自己家裡量度 然後相隔某段時間 拿回紀錄 給醫生評估回來 再看清楚 然後再考慮 需要怎樣處理 其實有沒有說 如果真的 去到中年 或者長者這樣的階段 其實有沒有說 大概多久要檢測一次血壓呢 如果高血壓的人 是否真的要天天都檢測一次呢 兩件事呢 第一件事來說就是 第一件事來說就是 如果平時是正常的 或者本身都沒事的話 其實衛生署都建議 大概是兩年左右 自己量度一次已經足夠 但當然如果平時血壓已經偏高了 我們就要緊張一些 或者擔心一些 希望及早來發現 如果麻煩之後又要壓高了 及及早指令預防病發症 在這個情況的話 其實建議就是一年度一次 甚至乎半年度一次 長者由於血壓高的情況 是比較普遍一些 所以衛生署都建議 你如果大過75歲的長者 其實就算你沒有血壓高 其實都需要每一年定期來到兩座 那有些人就說 運動員的血壓比較低 做得多運動 那長者有沒有說 都有這個情況 怎樣為之正常呢 剛才說 剛才說一件事 有時運動員來說 其實血壓都偏低少少 而且脈搏也會偏低少少 這代表了心臟很強壯 有足夠的能力 血管亦都很漂亮 可以令到心臟泵血 出去其他器官是適合的 所以如果本身是沒有症狀的話 是正正常上 純粹是一個數目至上的話 其實都不用擔心的 但是長者的話 我們有時也會留意多一些 關於血壓 所謂血壓低的問題 特別是長者有時 因為身體自動調節系統 有些偏差 或者有些退化的現象 或者有時吃了一些藥之後 容易一個體位性血壓低的情況出現 什麼叫做體位性血壓低呢 就是當我們量度 躺在度的血壓量度一次 然後再量度一次 如果發覺 躺在度的上壓 相對於躺在度的上壓 跌超過20度的話 我們就叫做體位性血壓低了 這個情況 很多時我們都會擔心 同一時間的長者會頭暈 當頭暈的時候 容易動動 甚至乎 不要說做運動 就算走的時候 都容易跌倒 就會有一個危險 但如果不是有任何症狀 例如我知道有部分的人 由中年至年紀大一點 例如上壓都是100、110等等 而完全沒有症狀的話 這個正常地做運動 也不用擔心 其實有沒有說 長者處理血壓高的治療上 跟年輕人或者中年的人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是啊 其實長者的血壓高的治療上 或者處理上 其實我們是會小心很多的 最主要來說 因為長者的血壓高 跟中年人士的血壓高 有些不同的 中年人士的血壓高 很多時候是上壓和下壓 都同一時間偏高 但長者的血壓高 很多時候來說 上壓偏高 下壓反而偏低 我舉個例來講 可能如果我們剛才說的定義血壓高 叫上壓是140以上 下壓是90以上 可能中年人士的血壓高 可能中年人士的血壓高 可能是150 上壓 下壓可能是95 但長者可能 或者很多時候 可能上壓是170 下壓只有70 這情況之下 就關乎到血管本身硬化 而這個情況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按不到血壓低 老人家很容易有體位性的血壓低 當然這個情況 亦都包括了老人家 很多時候 自主神經 條件反射 亦都是沒有年輕的 那麼理想的 所以當血壓低的時候 他回不及 血壓升不及 令到腦部缺熱 即是不夠血上去的時候 就容易跌倒 再加上對藥物的反應 或者副作用 亦都是比較上多 所以當處理長者的血壓高的時候 我們要量度 會否有體位性血壓高 血壓低 亦都可能要處方藥物的時候 開頭的時候要小心一點 亦都可能要比起年輕的 可能要多一點點抽血 來檢查 來確定一下 中間沒有一些副作用 那你有沒有說 其實上壓 當上壓過了多少度 開始就真的要吃血壓藥去控制 這個其實在說兩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上壓超過多少 我們希望控制得好 特別是長者 另外也是關乎血壓高 我們希望控制到指標是多少 如果看長者的話 基本上 長者血壓高的定義 跟剛才都說 跟中年人士的無分別 換一句話來說 如果上壓超過140的話 其實我們已經是見 或者下壓是低於超過95的話 其實我們的建議是吃藥物來做一個治療 當然治療的話 我們都要看我們希望治療的目標是甚麼 這個長者跟年輕人又有些不同 長者我們要分類 就是哪一些健康的長者 走得走得很正常 可能純粹是個名稱給了他 這一類的長者 我們治療的時候 我們希望降下壓到130至140之間 下壓大概是80至90之間 但是如果是比較上身體虛弱的長者 又或者是比較年長 年長的意思 可能年齡是大於80歲的話 暫時醫學上 其實我們就沒有一個很確實的證據 如果是降血壓低的話 對未來的身體發展 或者死亡率有一個重大的影響 所以變了我們在這一類 大於80歲 或者是比較上身體虛弱一點的長者 其實我們控制那個上壓 可能130至150之間 我們都覺得可以接受得到的 有些人就說 血壓藥一開始吃就不可以停的了 那就不好吃血壓藥了 其實醫生怎麼看呢 其實這個我知道坊間也很多人 有這樣的江湖處 我想其實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明白 究竟為什麼有一個血壓高線 那血壓高絕大部分的情況 是一個懸發性 什麼是懸發性呢 換一句是說 其實我們都科學上 或者醫學上暫時都不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們只不過是看到趨勢 在年齡時血壓是偏高的 而我們做任何的身體檢查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另外一些因素 就是要令對血壓高的 那既然提到原發性 那我們變成他的因子 即是令到血壓高的因素 我們暫時都不能夠了解 不能夠了解的話 那變成我們都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有時有些人覺得 吃了血壓藥之後 越吃越醇 越來越加藥 會不會說不要吃著 遲些才吃 其實血壓藥最主要來說 就是一個治標不治本 老實說 這個治標不治本 是希望控制血壓的度數 但是隨著年齡 或者隨著本身有發 原發性血壓高的情況 是一路一路都持續的話 那大家可以理解到 本身來說 我們需要的藥物照 希望幫助到 控制好血壓 以預防未來的心血管疾病 而不是說純粹是因為 越吃越醇 或者要越吃越多 反之如果不好好控制血壓的話 其實更容易提早有心血管的疾病 容易令到心臟病或者中風 令到身體不同程度的傷查 或者肢體的傷查 令到個人的生活質素 會受到極大的影響 剛剛說過 如果高血壓就超過那個數值 就需要吃藥了 就不好因為這樣不吃了 另外反之如果說 我年紀越來越大了 不如我吃一些降血壓藥去預防 那醫生又覺得行不行呢 其實我們就不是很建議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事沒有降 吃一些降血壓藥來預防血壓高 為什麼呢 因為幾樣東西呢 第一件事就剛才都說了 因為長者大約65歲大約六成的人 其實會有血壓高 反過來看 其實有四成人 根本上沒有血壓高 所以在這方面 可能你吃降血壓藥也枉然 第二件事來說 雖然現在醫學上很聰明 也都每一種藥的 其實安全程度也有個改應 但是因為每個人的身體狀況都未必相同 也都每個人也都受過藥物的附著 都未必相同 特別是長者 好像我剛才說 如果是上壓偏高而下壓低 更加容易有個體位性的血壓低 萬一如果你為了一個預防性 那就純粹是擔心這件事 然後吃了藥 偏偏遇著剛剛 你有這樣的副作用 然後令到跌倒 不舒服的時候 那是有些得不償失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 是預防性地吃掉一些降血壓藥 但是反過來 其實我們極之建議大家 就算血壓不高的話 其實都需要做很好的身體健康管理 包括飲食健康 以及做適當的運動 剛才說過 如果真的想預防血壓高 或者預防其他三高的病 就做好健康管理 如果說已經有血壓高 其實他做運動又有沒有風險呢 醫生建不建議呢 其實絕大部分人做運動 就算有個所謂血壓高的話 其實絕大部分人 其實都可以做運動 而做運動的效果 就像剛才所說的 其實幫助到很多的 當然我們會擔心有沒有高危人士 做運動之前 可能要找一些醫生同事幫忙 來檢查一下 包括了什麼呢 包括了可能是曾經 不斷白試試過 暈低不省人士 又或者本身血壓 真的 飆高得很緊要 有時是擔心 剛剛起手做運動的時候 再飆高 這樣可能會危險 又或者家族性的一個血壓高 或者家族性的一個心臟病 家族性的一個 可能在腦血管裏面 有些血管瘤等等的情況 換一個是說 有家族史的心臟病 或者腦中風的朋友 腦友記 那就可能小心一點 但是如果平時健健康康 沒有其他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適合做運動 好 去認識高血壓 對於預防高血壓都很重要 大家平時都要改變生活方式 做好健康管理 就可以活得更加健康了 今天謝謝林醫生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